因以往父亲就有每日送心经的习惯 所以请问此时求未来一切平顺 减少病患继续念心经或加念快乐不知不知道 要诗经呢 他有念心经那已经有学佛了 那这样的话 如果他念得很好 那就继续念 那但是你可以多带一下往生 求往生的概念 你慢慢带 不能一下带太猛 如果他没有这种 他如果念心经没有念佛的话 没有这种概念的话 那你应该跟他先导引念阿弥陀佛 或念求生极乐的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是自可以减低病 念阿弥陀佛也可以减低病 但是一般观念上会认为说 念阿弥陀佛求往生的 念观音菩萨是致病的 英文大师也是这样讲 那你就问他 他欢喜为重 但是一定要慢慢导入往生极乐 这个观念要带一下 因为说现在就算会好以后 也是要往生呢 是不是 所以应该直接面对这个问题 不然将来灵命中的时候 你没有跟他讲这个 会手忙脚乱 那你会有个遗憾 所以不能够在这里掩饰 我们常常华人就是这样 不敢跟父母讲什么 讲往生的事 求往生的事 我们要突破 要适当突破 你说要减少那个病患之苦 其实他念得下去的佛号都可以 没有说念阿弥陀佛不会减少病痛 你观音菩萨才会也不会 不会这样 念得下去就是 这个为重 好 这个就解答完了 哈 好 好 好 哈哈哈 好